你好欢迎收看10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来看到的是花莲县府28号举办 2022花莲县有机农业国际论坛宣传记者会 为12月9号在美伦大饭店举办的花莲有机农业国际工作坊 以及明年1月11号的花莲有机农业国际论坛打响第一炮 2022花莲县有机农业国际论坛将广邀国内外致力于有机农业 水产及蓄产的专家学者 包含中央部会有机农业相关县市政府代表 农民农民团体及农企业等农产品经营者等 借此会聚产官学社等专业意见交流 分享最新国际有机农业趋势 提供各界有机农业发展策略 及多元实践成功案例与经验 深化台湾及花莲有机农业的发展 希望每一年朝向增加10%的耕种面积 将友善再合法性的有机 这是我们要做的 那我们在111年1月11号即将来办理 国际的有机论坛 为什么会1月11号 2022 0111 2是我们大家1212 大家一起走 111 0111 6只筷子 3双筷子 我们可以三者为重 我们大家一起走 然后让我们推动有机 更有力 而且环节力量大 吃在地 而且用在地 这是我们希望在111年1月11号 办理这个活动很重要一个核心价值 论坛也将分为三大主题 后疫情时代的有机农业新挑战 促进有机农业新方向 有机农业时间乐活共好 分别处趋势面、策略面及生活时间面进行交流与探讨 记得蒋包远华理事报导